好,小朋友,我们UNIFOR学了一些关于职业的单字 那小朋友,请问呢,你现在有没有想到以后要从事什么职业呢? 你长大后想要当什么职业的人呢? 好,那我们的课本七十三页,这里有再多介绍一些职业 好,就是黑色的这边,这个单字黑色的是我们这一课学过的 那呢,这边蓝色的,现在呢,要给你再多做补充 那小朋友,请你想想看,你最想要当哪个职业的呢? 或者是这里面的职业都不是你想当的 你想一下哦,要告诉老师 小朋友,想想看,你最想从事哪种职业呢?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各种职业的英文说法吧 好, teacher,老师, farmer,農夫, cook 厨师, doctor,医生 那我们这一课还有另外两个单字,谁记得? 哦,对了 nurse,护士 还有一个啊,他应该不能算职业,他只是个身份 那就是你们, student,学生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蓝色的,就是补充的 职业的单字 police officer 警察 scientist 科学家 business person 商人 就是做生意的 business person 这个字好长哦 小朋友再听一次 business person singer 歌行 baseball player 职业棒球选手 这个棒球选手是一种职业没有错哦 他是有领薪水的哦 小朋友 请问你啊,你现在想要当什么职业的人呢? 你知道老师小时候想要当什么吗? 老师小时候想要当一个ballerina ballerina就是芭蕾舞家 结果我现在变成teacher 比较旦闹 我来说 嗨 小时候想要当一个包店 洪水